- 馬上進入喜劇日常EP37 - 大家好,我是靜兒 - 我是品瑜 - 我是小融蟲 - 讓我們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大來賓 - 我們的哈姆 - 大家好,我是哈姆 - 哈姆算是喜劇圈的 - 一直在找搭檔的男人 - 喜劇漂流者才不是夏姆呢 - 是我們的哈姆 - 歡迎哈姆啦 - 哈姆今天來要跟我們聊很多有趣的事情 - 我們先跟哈姆聊聊 - 我們第一次跟哈姆相遇在什麼時候 - 7月28號 - 好清楚喔 - 你是跟他交往了吧 - 憑什麼這麼精準記得是7月28號呢 - 那天我們在大安生理公園散步 - 不要約在大安生理公園 - 太浪漫了 - 都什麼時代還真的有約公園去散步 - 結果真的明天漫才圈有那個廢文了 - 對 這是平衡跟哈姆 - 那哈姆其實也做過非常多 - 非喜劇相關的工作 - 超多 超級多 - 那哈姆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- 你現在做過什麼樣的工作 - 我做過很多類型的都有 - 像是我 - 咖啡廳 - 咖啡廳 - 然後我做過遊樂園的客服人員 - 好酷喔 - 還有做過家樂福的收銀員 - 櫃台櫃櫃櫃 - 當然後來因為每天都掃錢 - 所以後來就被開除了 - 居然是因為這個原因 - 還有做過那種 - 房仲業的幫忙待看房子 - 你賣房子會不會掃個幾百萬 - 那就太誇張了 - 這就嚴重了 - 不是 不是 - 去做他之前的那個 - 人類的第四隻腳 - 節目企劃 - 節目企劃 - 然後當然就是進到今天很重要 - 為什麼前面要花這麼多時間 - 訪談一些奇怪的問題呢 - 因為他最近去做一個非常特別的工作 - 秘密工作 - 當間諜 - 特別組織 - 那可以接受訪談嗎 - 職業生涯結束了嗎 - 他間諜接受訪談 - 他已經被發現了 - 所以沒關係 - 那他還活得好好的還不錯 - 我一顆腎跟一顆肝都被挖走了 - 所以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吸收 - 可以再失去的 - 因為他子彈每次都少個幾根 - 然後機密文件少了三頁 - 最關鍵的三頁 - 失敗的間諜 - 頭跟尾全部都不見了 - 超過分 - 超常知道最後一頁數據到底是什麼 - 告訴我 - 然後砍那個手指都少幾根 - 只要拿自己的來補 - 好難過 - 我不是這樣很逼供嗎 - 老大我只砍了三根 - 另外兩根呢 - 我的 - 我的 - 所以哈姆現在是沒有手 - 好可怕 - 好可怕 - 好啦 - 哈姆介紹一下你的 - 現在的工作是 - 是成人產業的製片 - 拍A片劇組的製片 - 我也是前陣子才得知 - 因為我知道 - 哈姆就是離開了 - 那個節目企劃的工作 - 然後我就問說 - 你最近在幹嘛 - 然後那個拆關雙頭 - 我就在旁邊說 - 他去拍A片 - 我說不要開玩笑 - 認真 - 他真的去拍A片 - 他這樣講超容易讓人誤會 - 要講清楚其實是 - 不是拍A片 - 是當A片的製片 - 製片 - 大家都以為是下海的那種感覺 - 他沒有當A片的演員 - 沒有 - 跟曼財師聊天是很辛苦的 - 我們永遠搞不清楚 - 他在跟我開玩笑 - 還講認真的 -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- 哇這個行業非常的特別 - 所以就希望說跟哈姆可以來聊聊 - 你去拍攝的第一天 - 應該會覺得很新奇吧 - 就是看到真正的A片現場 - 第一天是我嚇到的時候 - 因為其實我們第一天沒有拍片 - 然後我們是進公司 - 然後剛好是週會的時候 - 然後第一天一到辦公室的時候 - 大家都十幾個人都坐在一起 - 有奶油女 - 然後因為他們說要審片 - 就他直接在一個超大的螢幕上播 - 他們拍了A片 - 然後全部人一起去審A片 - 看說大家有問題 - 其他人很認真 - 然後重點是我旁邊去做一個女的 - 可是我第一天上班 - 我狂婆急 - 然後我旁邊那個女生 - 我就很尷尬 - 我就一直把腳夾起來 - 然後我超怕她發現了 - 然後我就很便扭 - 我就一直動 - 可是其他人都很認真在看 - 所以我超不習慣 - 然後你旁邊那個女生 - 就這樣看你一下 - 哼 新來的 - 因為是第一天 - 然後我就直接被嚇到了 - 董事長 - 然後什麼一堆支經理 - 全部人都一起在看這個東西 - 然後大家都超認真在看 - 就很像學術研討會 - 就是把A片這種情節 - 然後聲音又放很大聲 - 就時不時會有別的公司 - 就是別的部門的人 - 進來會敲門說 - 不好意思你們有點太大聲了這樣子 - 我們今天就直接破題了 - 好不好 -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A片 - 他們有沒有喜歡的片種 - 我不喜歡太粗暴的 - 就我不喜歡那種 - 就是 SM或是那種類型的 - 我蠻喜歡那種片子 - 真的嗎 - 但我喜歡男生是M的 - 都男男然後男生是M的 - 兩個都M的 - 就是有點女王風格 - 喔你喜歡女王風格 - 野柳的A片 - 就是會看到 - 他的頭快斷掉了 - 剩一點點 - 你要看趕快去看 - 都快斷了 - 我看到那個女王 - 每次去看女王頭都好有慾望 - 在幹什麼東西 - 工作人員已經在那裡扶著了 - 因為他其實會斷 - 好難過 - 每次去都很想要擁抱他 - 聽起來特別孤獨啊 - 怎麼回事啊 - 唉唷 我們台灣的 - 劉王頭 - 可以尊重野柳 - 尊重他 - 他要斷了怎麼辦 - 我的女神 - 才不是 - 你的女神 - 雖然你看的A片是風景照 - 風景照 - 欸 很厲害吧 - 這樣子突然被媽媽發現 - 也不會怎麼樣 - 媽媽說 - 你幹嘛一直盯著野柳 - 不是 - 你幹嘛躺在床上 - 一直盯著野柳的照片 - 媽媽說 - 那你還不錯 - 我們下次全家一起去 - 媽媽這種東西沒辦法全家 - 我只能一個人去看 - 啊怎麼今天季懷包裹 - 一個野柳的那個地圖 - 整個風景 - 一個周邊 - 你還錶框放在房間 - 怎麼回事 - 女王頭小吊屍 - 我房間有一個櫃子 - 全部都女王頭 - 真的啊 - 我有寄信給DOTR請去啊 - 希望他們可以出震動的女王頭 - 做一個 - 飛機杯 - 女王頭的飛機杯 - 你確定女王頭很高興 - 我們這樣贏 - 野柳要告我們了好不好 - 幹什麼東西 - 兩個女孩啊 - 因為這個有一些好奇 - 他們呢 - 有一些女生對男生 - 各位今天有點刻板印象啦 - 但我們也沒有代表女生男生 - 就是他們兩個女孩提出的一些問題 - 現在很多A片都是免費的嘛 - 那是不是也有些是要花錢的 - 就是免費A片已經那麼多了 - 那什麼A片才會讓你們願意花錢去買 - 啊你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- 你講話要這麼快 - 啊你為什麼要花錢去買 - 那麼多A片 - 到底你的男朋友浪費了多少錢再買一遍 - 沒有 - 你有時候記到這個 - 我們前面就已經說了 - 他們是有交往紀念日的 - OK OK - 好啦 - 站挺挺的看也不會有廣文 - 你站挺挺的看沒問題 - 你不要硬挺挺的看就可以了 - 就比較沒有禮貌了一點 - 導演一直問誰一直敲他 - 誰一直敲他 - 不要再在導演後面了 - 那會不會就是 - 因為男生的精益就是這麼少嘛 - 那一顆沒拍好 - 那後面的其他鏡頭就會用假的精益來補 - 會 - 但是 - 基本上來說還是以最真實為主 - 所以第一槍的時候 - 它是非常重要的畫面 - 所以基本上那邊沒補到 - 基本上後面就比較難了 - 大家都很緊張 - 很緊張 - 就是隨時準備好 - 這顆不能換 - 這顆絕對不能換 - 他要射完 - 出來比較真實一點的話 - 必須得借位 - 然後反正就是為了要求逼真嘛 - 所以我們必須抓很好的角度 - 就是剛好是他的精益出來的那個角度嘛 - 然後剛好其實我是第一次做這個 - 這件事情 - 因為剛好用假精益的時候 - 然後我就 - 我們會用針筒先拉好一管 - 然後就準備好 - 手會是這樣的位置 - 然後導演就說 - 好那哈姆你就去幫他用假精益 - 好那我手擺好之後 - 我沒想到下一個步驟 - 是他把他的籃彈放在我的手上 - 所以他的兩顆球會在我的手上這樣子 - 然後他直接靠在我的上面 - 是我我會笑出來耶 - 然後我就還覺得溫溫的你知道嗎 - 那你當下有一種就是不舒服的感覺 - 我就覺得我怎麼輪流到這個地步 - 與男性最近的距離 - 好歹我也是個喜劇演員 - 我居然輪落到要做這件事情 - 我也懶貸不要放這了 - 他會講話 - 然後把我就準備好之後 - 然後導演就321 - 然後我就要全力的這樣按下去 - 然後按完之後有沒有 - 我想說沒事 - 結果他一直放著 - 我就想說為什麼 - 你為什麼要放著 - 就是已經結束了的感覺 - 不是 你也知道他很辛苦 - 他只是想休息 - 他的蛋蛋想休息 - 他整隻都想在那邊休息 - 懶蛋支架 - 懶蛋支架 - 可以啦可以這樣說 - 可以靠著休息 - 懶蛋支架 - 懶蛋支架 - 懶蛋支架 - 我們今天小龍提了一個企劃 - 好不好 - 那今天我們就來聽聽他們的企劃怎麼樣 - 可以 - 就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 - 就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上班族 - 男生 - 男生 - 今天一早呢 - 就跟平常一樣就起來了 - 哇這個是很長A片的開放 - 對對對對 - 劇上班 - 你在開心什麼 - 猜對了 - 猜對了 - 像日劇偶像劇 - 然後呢 - 今天不一樣的是 - 他一出家門後 - 所有人都是倒著走路 - 蛤? - 為什麼 - 就所有人都是倒的時候 - 只有他是正的喔 - 這樣子呢 - 他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- 進行一個六九的動畫 - 欸! - 啊你說那些人是倒立走路嗎 - 沒有他們就是 - 倒過來這樣 - 倒過來走路 - 他們就跟平一般人一樣 - 只是他們倒過來走路 - 只有男主角是正常的 - 那他今天就跟往常一樣就是 - 而且你也太快破題了吧 - 就是你說倒著走路 - 就很方便進行一個六九的部分 - 他很快就進到四四部分 - 他這個A片不用你們快轉了 - 一開始就直接了 - 一開始就知道 - 所以這些倒著走路的人都是全裸 - 沒有 - 還是有穿衣服 - 那他今天就是 - 一樣要去公司上班 - 他就進捷運 - 就跟平常一樣看到那個 - 捷運上面最常遇到又最漂亮的那個 - 女高中生 - 女高中生 - 那那個女高中生 - 因為是倒著走路 - 所以他裙子 - 整個掉下來 - 然後內褲是看得到顏色 - 對對對對 - 但是因為他是長裙 - 所以蓋住臉 - 那他怎麼認出來是他啊 - 看內褲的花色 - 他平常有在偷看他的內褲 - 偷看他的內褲 - 是小熊維尼 - 是他 - 他最愛小熊維尼了 - 然後呢 - 就在他看到他的那一剎那 - 時間暫停了 - 喔 - 奇劇片 - 奇劇片 - 我要動啊 - 按錯了 - 按到自己對不對 - 一個是別人 - 一個是自己 - 一個是別人 - 一個是別人 - 沒有 是大家暫停了 - 他沒有 - 然後他就想要跟那個 - 女生怎麼樣怎麼樣啊 - 然後他在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- 因為他很方便嘛 - 女生是倒立他並不方便 - 六九很方便 - 只有六九一次 - 他知識他都沒有辦法 - 而且六九也不一定會成功 - 因為如果女數角是倒立的話 - 她身高還要調比例 - 還不一定對得到角度 - 要把全空這樣抓起來還在對 - 其實是困難的 - 細節好多喔 - 這真是真實的 - 我們再給你建議 - 這真實會發生的狀況 - 反正他在對那個女生 -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- 他就突然醒了 - 撥開那個臉 - 手把自己這樣 - 撥開那個裙子 - 你知道他撥開的時候 - 已經是他超厲害的時候 - 因為他變成只有單手在撐的地方 - 單手撐的地方 - 另外一隻手撥開 - 這樣子 - 好可惠 - 不要弄我啦 - 他們沒有倒立 - 他們就是 - 倒著走而已 - 倒著走不就是用 - 手不用撐著啊 - 你是說他在天上 - 科幻片的感覺 - 對 - 所以他手不用撐著 - 它是正常 - 所以你是用美國好萊塢的動畫 - 幫你畫這個畫面 - 這成本應該還蠻高的這些製片 - 後製的費用 - 反正他就醒了 - 然後他就是在一陣驚慌之中 - 慢慢的享受這樣子 - 可是其他人還是暫停的 - 然後那個男主角跟女主角 - 就是開心的完成一個 - 你只要告訴我一個答案就好 - 他們到底在這部片的ending - 有沒有換姿勢 - 這很重要 - 這很重要 - 因為你如果一直六九 - 我就會關掉了 - 對 我就會關掉了 - 六九到底 - 到底有沒有換姿勢 - 男主角後來有為了配合女主角 - 他有自己的道理 - 但他比較累 - 因為他沒有那個 - 所以他就真的要用手 - 然後跟他在那邊接吻 - 然後身體還要這樣抖動 - 男主角是個特技演員 - 然後最後就是有成功 - 然後他們也因此認識 - 然後又發展這樣子 - 你說持續道立的發展嗎 - 就是男主角還是正的世界 - 然後所有的全世界都反過來 - 就他們永遠是不同世界的人 - 一個是正的 - 一個永遠是道德這樣 - 失敗的劇情 - 這可能要花蠻多錢的 - 這可能要花蠻多錢的 - 這很新穎 - 都沒有換姿勢 - 有換男生有道理了 - 不太帥 - 後來他們兩個結婚的時候 - 那個男生的手臂已經練到撞到不行 - 超撞 - 因為他只能用手跟你做相處 - 比那個外面大公園的樹幹還要做 - 這個影片感覺會得獎 - 超厲害 - 編劇獎 - 編劇獎 - 其實是個勵志的A片故事 - 男朋友面狀故事 - 她根本沒什麼劇情 - 她就只是遇到一個喜歡的女生 - 然後就因為這樣 - 然後就六九完之後 - 而且說真的 - 就是我們認真想這個企劃 - 其實我們把它倒轉回來也是可以完成 - 也是可以完成 - 因為到底時間暫停 - 你就直接在捷運上六九了吧 - 而且那女的 - 其他人倒立不倒立根本無所謂 - 所以只要遇到她 - 這正常的也無所謂 - 然後正在演戲的所有的阿姨叔叔 - 全部都在倒立 - 都無所謂 - 然後內褲也被開過 - 然後動員台灣所有馬戲人員 - 一起在倒立拍這個片 - 演員太難走了 - 根本沒意義 - 你這企劃失敗 - 你這企劃很貴喔 - 很奇怪喔 - 不要給我拍喜劇片 - 林演的費用都超高 - 幾乎比男優女優的費用還要高 - 一集都是六千起的 - 都專業人 - 可是好期待能在網路上 - 看到我和小紅包的片子 - 我就說我們剛剛提的這個企劃的 - 嚇死我了 - 你們兩個愚人有賺這麼少 - 少到你們才被我嚇到了 - 來 小紅包我們來說說看 - 海放小子有什麼樣的作品 - 海放 - 對 作品啊 - 便利店 - 你不要以為所有的漫才組合 - 都會講到便利店的段子 - 來 我們來問問看喔 - 哈姆你們海放小子有便利店的段子嗎 - 沒有便利店 - 哈哈哈 - 經歷不好 - 你不要再傷害我了 - 只有那個 - 只傷害阿姆吧